明人在大蛇丸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疾风传的时间线 此时正是他和自来也修行三年刚回木叶的时候 明人深吸了一口气从电线杆上一跃而下 看见了已经失去多年的师傅 他不顾一切一把抱住了对方 对于自来也 明人有太多话想要跟对方述说 自来也对于明人突然的举动有点茫然 他略带宠溺地问明人这是怎么了 明人连忙收起了激动的情绪 急忙地解释自己只是回村太激动了 和前世一样 他回村第一个碰到的还是木叶丸 木叶丸一看到明人便兴奋地就要和他比划色诱数 但明人这次却肃目地让他不要再研究这种忍术了 明人作为木叶丸的师傅 这次他会把自己会的都交给对方 因为在未来他亲眼看见了木叶丸为保护伯仁而倒在了大同目的手下 很快他们几人便一同前往了钢手办公室复免 这时在大蛇丸的北方据点 佐助同样也成功回到了这个时间线 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以及身上还有刚刚训练完的痕迹 佐助不禁笑了 笑着笑着却流下了泪水 他发誓绝不会再让那种惨烈的未来重演了 压抑在他内心的爱别离情感彻底爆发 远远超过目睹自己亲友的离去 从未来回来的佐助当即开启了永恒万花筒血纹眼 收起思绪后他抚摸着自己的双眼 感慨着未来的大蛇丸果然不简单 这种事情居然也能做到 曾经的他空有一双引以为傲的血纹眼 结果却没能看清又的一切 既然能重新来过 这一次他一定要让又好好活下去 沉思片刻后 佐助决定先去找大蛇丸 他必须将从未来带过来的查克拉光团交给对方 很快他便来到了大蛇丸的潮雪 此时大蛇丸那邪魅的脸庞让佐助恍如隔世 他很清楚眼前的大蛇丸还是那个只想要他身体的人 佐助首先要做的就是打败过去的大蛇丸 然后将携带着大蛇丸未来记忆的光团交付给对方 当大蛇丸和佐助四目相对的一瞬 那种灵魂深处传来的违和感 让大蛇丸瞬间寒毛倒数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女人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佐助无比威胁 他让钥匙都赶紧离开佐助身边 但都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中了佐助血纹眼的幻术 看到佐助的万花筒血纹眼大蛇丸惊讶不已 下一秒 千鸟的雷光便毫无预兆地贯穿了他的身躯 大蛇丸内心震撼无比 这力量简直是太完美了 他用蛇涕身术从口中吐出了一个崭新的自己 同时发动了万蛇罗之阵 成百上千条蛇从他口中串出直奔佐助那边而去 佐助见状当即发动了千鸟千本 锐利的雷之千本瞬间淹没了迎面而来的蛇群 随后他又发动了好火球之术 蛇群煞时间坟灭殆尽 这时佐助将前世诀别时 大蛇丸给他的查克拉光团融入到了千鸟中 随后快速发起了突袭 通过血纹眼动态捕捉的能力 千鸟的雷光在烟雾中再次贯穿了大蛇丸的胸膛 大蛇丸的神色骤然停住 来自未来大蛇丸那庞大的知识和记忆一股脑地涌上他的心头 短短数分钟他前瞻性地看到了今后二十年的人生经历 当他再次看向佐助时 目光已经转为了柔和 没想到我们都成功回来了呢 佐助对此惊诧不已 大蛇丸邪魅地让他不用惊讶 这种事对他来说只是常规操作 虽然这话从我口中说出很奇怪 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拯救人界吧 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名人